今天用红薯给自己做了早餐 无油无糖,非常的健康 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看一下吧 准备两根红薯,修掉外皮 清洗干净,去掉头尾,切成薄片 把切好的红薯片放进盘子里面 放进蒸锅 隔水蒸熟,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 把蒸好的红薯给取出来 用叉子压成泥 蒸好的红薯泥一共有200克 往里面打入两克鸡蛋 加入20克的玉米淀粉 150克的酸奶或者是牛奶 搅拌混合均匀 搬匀之后倒进一个耐高温的容器里面 表面铺上一点蔓越莓干或者是葡萄干 都没有也可以用红枣 放进预热好的烤箱180度,烤30分钟 时间到我们的红薯蛋糕就做好了 微微放凉就可以开始享用了 做法真的是太简单了 舀一勺,外皮非常的酥,内里柔软 吃起来香甜无比 没有放糖,自带红薯的香甜 当做早餐,再美味不过了 健康又营养 口感非常的绵密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为我点个赞 关注我解锁更多美食 我是阿玉,拜拜